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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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比一个锤子一样 就比如说锤子也好 还是说钳子也好 这个工具它本身 可能并没有多样的价值 但是呢 当你需要这样的工具的时候 这个工具的价值 可能是无限大的 你刚开始 能不能做这些 没有考虑过 这个我可以想一下 我没有考虑过 这个打坐需要 需要这样外在的一个提醒 因为这个是 刚开始学打坐的人 因为打坐最难进入的是 无分别状态 因为打坐要存到 它就是进入无分别状态 无分别状态 一般开始的人 其实很简单打坐 就一开始 他就是被杂念牵引的跑了 他就没有一个专注 专注几秒钟就又跑了 又跑了 还有就是坐在那腿疼 就是这两个原因 就是说导致他大部分人 长时间就是 要么腿疼要么咋念 要么腿疼要么咋念 咋念呢 开始是跟着 跑跑跑跑切一回来 跑跑跑切 后来就跑的时间少了 就慢慢就回来了 其实打坐他就是 到最后他就是静下来 静下来但是他不能说是 认为这个静是个正确的 动个静都是两个幻静 他只要安住在这个 不认静也不认动的 这个状态如如不动 他认为静安静也是个幻静 动也是个幻静 散乱也是个幻静 就两边都不认 然后安住在如如不动 然后保持寥寥分明的觉知 其实这个就是切入定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入门了 他不能说我清静了 他认知这个清静 他已经乱动了 就是我认为我清静了 这就是个乱动 就是他坐在这 他有无量状态 但是不外乎就是个静动 静动 就不外乎两个 一个散乱一个清静 他不外乎这两个 就算他明天变成了个虚空 他还是个幻静 变成什么 只要他寥寥分明坐在这 他说他变 但是呢 他一般都是先从散乱 然后开始静下来 但这只是个幻静的转变 就是散乱了 他开始幻静的转变 转变成清静 转变成忘我 转变成空虚空 转变成光明 但是这个幻境不断的在转变 但根本跟他没关系 他要承到 这些幻境在转变 但是呢 他只是要安住在无分别状态 就不分别这些幻境 不分别散乱了 还是进入光明 他只需要保持在这个不分别境界 一直不动 让他这个幻境不断的动 而这个幻境是随着层次 一层一层转的 但是每一次都是幻境 他不能认的 当他转到光明镜的时候 他跟他一开始的散乱是没区别的 在他内心中 一调介里这样一个认知 刚开始的杂念散乱 跟他到最后进入的光明镜是平等的 没有哪个高能哪个低 他要保持一个平常性的不分别状态 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上 他一定会慢慢的就是无分别境界 慢慢头脑里边就不再生法相 这个可能就是实修的 就是就先从意识层面的无分别 然后到不生法相的时候 他就可以不取相 就是金刚经说的就不着相 这个时候才不染 当你不着相的时候才能不被他染 当你一执着 一认为他是一定 他说这是个茶杯 你已经被茶杯染了 是文字响 这个像已经染到你了 并不是说染 并不是说你有七七六余 不是 是很小的一些概念 你已经执着了 你执着这个茶杯的时候 我已经自我已经建立起来了 因为它是相对于你建立起来的外景 你执着手心 手背已经存在了 你执着一个外物 你的内在已经出来了 就这个是个 佛学他就是到最后 人们错的是出现在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家打坐这么久 出现的问题是 当他认为 他空了 他清静了 他进入光明了 他不断的认知这些境界 他认为他很高了 其实所有的境界 如果你去认为你很高的话 你还在散乱的抓到 就算你是已经进入了光明镜 全身边放光放晶光 你跟一开始随着散乱跑还是一样的 你必须你的心回到这个是一样一样的 无分别 否则你已经在分别的嘛 一个高一个低嘛 你已经分别了 而佛破的是分别 就是说佛说我们本来都是佛 只因为分别执着不能正的 就是你认为这个低这个高 你已经分别了 你认为光明镜好 散乱不好已经分别了 你要光明镜不要散乱已经分别了 一直是一样的 一直是一样的 心里边一直入入不动 一直是没有高低 没有够近 没有美丑 没有这个分别 但是你就是进入光明镜了 没关系 你的世界转成光明镜了 你的世界转成了虚空 你的世界转成了喜悦 你的世界转成了什么 都没关系 无量种状态其中之一种 为什么你转成光明镜了 因为你太清静了 就是说 因为每一种境界的出现是有因果的 你光明镜出现 是你的气脉清静化的导致的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因 产生了一个果 两个因果全是幻境 因为散乱是你气脉轰浊 产生了散乱 气脉轰浊 失去执着 就对这个被诱惑被产生了 它是一个处缘导致的幻境 处缘导致的幻境 你触动了光明镜的语言 所以光明镜出现了 但并不代表它跟下面这个轰浊不一样 跟下面轰浊散乱 跟光明镜的清静 这是一个境界 所有的在分别之中 如果你不分别 你不要动 不要被它转 清静只不过你触动了清静的缘 快乐只不过触动了快乐的缘 烦恼触动了烦恼的缘 你只是你什么都不要认 你如如不如安住在这种 进入分别境界 慢慢的 慢慢的这种境界就开始不生法效了 就是时间久了 你就不会被静转 这是功夫的练 当然说这个就是 你们将来修耳根圆痛的时候 会从耳根开始破 就是耳根是动静 从声音上开始破 就是从耳根上 有一个根开始解脱的话 六根全解 眼睛的染着 鼻子的染着 口腔的 鼻子是风气味的染着 口腔也是微觉 眼睛是早下 全部移解六 就是全解 但是说你直接从外面看 也是 就算你什么也不 不出一个根解 你就坐在那也是这样 就是无分别境界 他想要打拨 他不知道该从哪开始 有这种人来讲 那么我们该怎么像随定文一样 告诉他有2026的字 然后ABS 怎么念 然后怎么发音 你有顺口流吗 比如说双盘啊 全体更深啊 垂间再走啊 这些都是编的嘛 你简单的七支做法 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七支做法 其实做法正常的都是说 简单的手艺 然后选顶更深 这个一定是的 不能这样仰着头做的 悬顶勾筛 垂间再走啊 就是时候 然后呢 以金字塔的姿势啊 那这样呢 就是静坐 刚开始其实第一个 然后就是 你的每个放松啊 这个是个口令了 比如说 我说你放松 其实这个 其实是 放松不了 放松不了 好 那么我就一个一个念 比如说 眉心书仔 这书仔就是个放松啊 你不皱着眉头 你马上舒展说 还有 残秀里人说 哎 眉间能横一条线啊 能画个一字啊 说面带微笑 明心舒展 然后呢 脸部放松 耳朵放松 肩膀放松 一个一个念啊 肩膀放松 你会觉得这儿就动一下 或者肩膀微笑都可以啊 让你微笑 你肩膀会觉得 哎 笑了一下 或者是什么你就放 让你的心微笑 你的心也会放松啊 然后说 腹部放松啊 胸腔放松啊 心肝脾肺性放松啊 一个一个念啊 你一个一个放松 就放松放十分钟啊 也可以啊 但这种就是 因为这边 因为这些太简单 这太触景 所以不焦 你都可以讲嘛 未来修正的时候 就是说这一系列的 怎么放松 怎么静坐 如果从一开始 双排 单排 散排 注意些什么 都可以很详细地讲 这个 老师 你累不累 那你说 没事 没事 你说吧 我其实是查过很多东西的 有很多种方法 对 就是 对于我来讲 就没法选择 对 我无法判定 到底哪一个是 最好的 如果有中道的话 或者如果有一个 最佳照 最佳的 就是哪一个才是 比如刚才说的这个 我觉得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或者说 或者说 你很形象 我觉得 这个好像很适合我 哦 那就是初学 那初学呢 可能这个好一点嘛 这个很简单 这个都可以讲的 比如说 我可以把各门各派 对这些的理解 全跟你组合在一起讲 你都不用去收了 比如说 南老师他怎么讲的 那个怎么讲的 因为我都看过嘛 都学过 而且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都可以啊 成为瑜伽怎么讲 印度教怎么讲 然后呢 你选择怎么做 而且从我自己的经验 怎么做最好 给你提示啊 对 这个对我比较简单 我看过那个 就是那个 南淮景的一个视频 群集 就是他的讲 如何打坐 对 他讲完之后 我觉得其实 还是模糊 我还是 对 无法去 南老师有时候 太博学了 讲讲就讲到 世界观问题上 我们直接讲 这么做的问题 我都觉得很多时候讲 像我这样的 然后待会我不知道 其他人 跟我有一样的需要 就是可能给我讲一些方法 和一些术层面的东西 更有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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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就是比如说 能够进入到一个 一个人 让我们 让我们 进来 去 吧 那 那 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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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